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 職人吹水 我和很多網友都一樣, 一天都是買幾天送的 之前在超市買了兩隻雞, 一隻就做了, 另一隻就存放在冰箱裡的冰箱 我們一晚在冰箱底下四度攤去約12個小時, 攤去軟身之後 這些冰箱的雞有什麼好做呢? 很多時候在外面, 我們去燒尾店, 油雞都會吃到一個 桶子油雞或是滷水雞的菜式 做油雞主要都要有玫瑰露, 這個才是主角 香料, 還有冰糖, 當然不吃得有雞 很多網友都會混淆了, 豉油雞和油雞, 滷水雞的分別是什麼呢? 我兩年前做的豉油雞, 我都說得很清楚了 豉油雞, 著重是豉油, 薑蔥的味道, 不會有香料的 豉油雞和滷水雞和滷水雞 今天做一個滷水桶子油雞,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步, 先處理香料 這些香料, 去一般雜貨店, 買一包滷水料, 裡面就會有齊 花椒, 八角, 草果, 桂皮, 大茴, 小茴, 沙薑, 都會有齊 順便買一個小滷水料的袋子 把滷水倒進去, 把滷水倒進去 把滷水倒進去, 最重要是把滷水倒進去 先打一個卡片 這樣還沒問題, 這樣就把滷水倒進去 這樣滷水倒進去, 用長的, 再在這裏 滷水倒進去, 滷水倒進去 然後, 綁回短的 目的呢, 都是慎防它, 會爆袋子 還有那個口, 會弄出香料 現在我們, 綁個死結也不要緊 接著, 現在, 我們就 開水, 洗一洗它 整體的材料, 沖一沖去 沙塵, 沖一沖出來 這包滷水有多少呢 大家看到, 一隻手掌 差不多 很多網友都會問, 喂, 星星你這樣洗乾不乾淨 主要都是洗洗泥塵的, 大家看到嗎 色出光了 隨即, 把滷水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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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放3公升左右的清水 做滷水雞呢 我們用一個浸的方式去做 為何說, 和豉油雞最大的分別呢 就是, 做滷水雞要浸 豉油雞呢 就半煮浸 現在我們先去煮半個小時 要先去煮半個小時 要開水雞, 目的是讓香料出味 然後我們準備有薑 來刮皮 然後拍一拍鬆 隨即就放入鍋子 香料水裡 然後我們拿一隻雞出來 做這類型的冰鮮雞 我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了 第一步 先把鹽放出來 放兩三個湯匙的鹽 開水 浸泡一下 約浸十多分鐘 用淡鹽水浸泡 目的就是逼一逼雪味 和雞的味道 逼一逼出來 然後用剪刀剪出來 浸雞 有一個關鍵的步驟就是剪雞腳 要剪雞腳的關節底下 在這裏剪下去 不要剪上高 因為浸完雞 一縮上去 不但影響賣相 連整個雞腿都不好吃 剪出來 雞腳剪完之後 看看雞 看看雞 開孔的位置 頸骨開孔的位置 把手指伸進去 看看能否穿到 大家看不看 這裏不是怎樣看的 手指 要兩隻碰到 穿下去才可以 因為浸雞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這個孔 我們要讓水有對流作用 特別是我們在外面做浸雞 我們很多時候煮麗湯的時候 就順便浸四五隻雞 所以有這個孔 浸雞出來 就特別滑 第二個 就是要把雞油撕出來 這些雞油撕出來 不要丟掉它 第三個就是 檢查 雞肺的位置 接著雞腿的位置 有些雞肺的位置 我們一定要滑清它 你不滑清它 雞浸出來 那個部位 你會浸得不好 還會影響到雞的生熟程度 特別是現在 吃雞的文化不同了 我們以前 70年代美入行 我們這些雞浸八成半 一浸到九成九成半 那間就很快倒閉 為什麼呢? 因為生雞熟的 雞才會嫩滑 清理好之後 我們現在再洗兩三次 這隻雞做了一大輪之後 裡面已經乾淨了 外面要怎樣呢? 我們就檢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皮毛 或是橄欖底的位置 如果不乾淨的 我們就可以用一點粗鹽 在這些位置 散一下 這些也是 要處理這些便宜的急凍雞 就用一點耐心 買一隻新鮮雞 就不用煮太多東西了 就這樣蒸了來吃 已經很好吃 這些有毛髮的地方 就拔一拔它 現在浸了20分鐘左右 我們就洗三四次 內外清洗乾淨 雞洗乾淨之後 我們一定要 雞朗向下 為什麼呢? 大家看到了 水 讓它漏出來 然後 我們把水 調整 滷水的鹹度 我們 主要鹹味的來源 第一 來自生抽 好 開溫的秋油煙機 先把香料煮沸 煮沸 香料的味道很厲害 魚露也要加一百 魚露一百 為什麼我們要加這個滷水 要加魚露呢? 有個秘技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外面做 我們會用瑤柱蝦乾 釣到滷水 釣一下味道 這些東西很少有人說 醬油和鹹味 加夠了之後 我們要加一個甜味 甜味 來自冰糖 冰糖 我們約300克 約300克 我們約6粒 這個滷水 你一定要夠鹹味 夠甜味 加完冰糖之後 我們就倒進去 一起煮 煮香料 約煮了30分鐘 現在我們就 倒進去 醬油和冰糖 一起煮 煮 煮了10分鐘 煮回滾 當它滾了之後 我們攪拌底 攪拌到所有冰糖都融化 之後 現在我們先試一試味 醬油和鹹味 現在還差一點 鹹味 我們要加1湯匙的鹽 整體滷水膽的味道 我們都要偏濃 要夠甜 夠鹹 整體的味道 甜味偏向甜一點 現在我們可以把滷水膽 拿出來 保持著大火 我們現在把雞放進去 這樣 拿上來 我們現在還沒浸 主要讓雞皮受熱 然後拿上來 在旁邊準備凍水 讓雞皮收縮 這個目的就是 讓雞皮浸出來 讓雞皮比較爽 然後我們再把水乾乾 稍微擦乾水 現在我們再用一鍋滷水 把雞皮放進去 把雞皮放進去 然後把雞皮放進去 然後把雞皮放進去 把雞皮放進去 把雞皮放進去 然後把雞皮放進去 把雞皮放進去 把雞皮放進去 然後把雞皮放進去 之後把雞皮放進去 如是者 五次 這一個行禮叫釣水 釣水的目的就是 讓雞枱裏面的溫度 和外面的溫度 就盡量均勻 雞浸出來才能浸到 如果不做這個動作 雞皮放進去 如果水不夠溫度,雞浸出來,裡面永遠浸不熟 現在4次,第5次 然後整隻雞放回去 讓它滾後,就收火 讓它浸 我們要保持70-85度的水溫 要浸45分鐘,期間不要蓋蓋 航來的習慣是把滷水料包起來,把雞包包起來 把滷水包起來,還有一件很重要的 我們要加100毫升的紹興酒 那間浸了15分鐘 浸了15分鐘,我們要做什麼呢? 現在煲滷水還是很熱的 我們先拿起蛋 然後拿長筷子出來 夾著雞頭這個位置 我們要整隻雞 拿起它 將雞的水倒出來 我們再重新入 如果大家說,我不太夠經驗 或者看不到滷水的溫度 那就可以用煮食的溫度器 探一下 然後放回去 讓水繼續進去 然後放滷水 我們繼續浸 不要開火 這個動作 我們每隔15分鐘做一次 探一下溫度 如果不夠溫度 就加一些溫度給它 現在浸了25分鐘 我們要檢查溫度 如果我們浸雞夠經驗 就像今次 我這麼多滷水汁 其實這個溫度 我是不需要再繼續開火 就已經可以把雞浸熟 那現在我就重複 剛才那個動作 拿起滷水包 找回雞頭的位置出來 我們在外面以前學浸雞 都是要學拿筷子 又移上來 慢慢移上去 再移上去 我們繼續 以現在的溫度 我這隻雞 約2斤重 我浸它40分鐘 OK 我們放回去 再浸多10分鐘 全程浸了40分鐘 現在夏天 外面也有30多度 我現在這碗汁 起碼還有80度的溫度 那現在呢 我把它蓋給大家看 拿出來這道蓋子 就比較理想一點 我們還是要夾著雞頭 我們怎麼看這隻雞熟不熟呢 看雞腿 現在這裡差不多縮上去 這隻雞現在就 九成左右 這隻雞 我們都拿起來 那隻雞 煮得漂亮不漂亮 給大家看 整體 現在我們放些當風地方 吹凍它 我們要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我們落1茶匙玫瑰露 給雞 有一個整體的玫瑰露香味 那最重要 做油雞 這個也是最重要 我們落1湯匙的麻油 將整隻雞 的表面 塗勻去 大家當然不要學我 用手去塗 有一個掃的 把所有 吹到的地方 我們都要塗上去 塗上去 塗上去 怎樣才可以呢 看看吳光師傅 全身 我們都要亮亮亮的 現在我們放一個 當風的位置 有流動風的位置 吹凍它 吹幾個小時 那隻雞在吹之際 很多網友 都在我做老水的視頻當中 問問 喂星星 其實我們做完老水 我們要怎樣處理 首先 我們要用一個隔篩 把所有老水的渣 隔清 特別是老豬肉 或者其他東西 有些殘渣釋出 我們一定要隔清 隔清 隔清之後 我們把老水包放進去 現在滾起 滾起之後 然後我們放涼 如果你每天要用的 滾起一次 如果在家裡 不是經常做老水的 放涼之後 我們就拿老水包上來 分開它 那些老水 我們就 放在冰箱的冰箱 那裡 很多網友都問 喂星星 其實你這些老水可以儲存多久 或者什麼 我們做每一件事都要講方法 如果你跟著方法去做 說得不好 那你煮老水 就很容易做 那如果老水一做 有什麼 讓你看到呢 最簡單 就是 味道不同 起泡 那些老水 你就不要要了 這隻雞 吹了約四個小時 我們完全是要吹動它 那期間有空 就跟它 扮一下漂亮 那 如果外面做生意 我們就不停地塗油 然後 一開二 這隻雞斬好 的模樣就是這樣 這隻雞 現在我吃 我會做熱一點 滷水汁 慢慢淋一淋 在不熟的位置 這隻雞的生熟程度 如果在八十年代來說 每個人都會動在手指 現在來說 我建議大家 做熟一點 很少的 剛才我浸了四十分鐘 那大家就浸四十五或五十分鐘 那至於 除了醬汁之外 還有什麼 跟什麼好吃呢 蔥油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的蔥油拌麵的蔥 放多一點青蔥 半一點蔥來吃 就更好吃 也可以做一個手切薑 一個滷水油雞 就完成了 喜歡吃滷水的網友 給我LIKE 我星星 喜歡吃雞的 訂閱職人衰衰的頻道 幫我分享一下 這個滷水油雞 看到雞腿已經很想吃了 多謝收看 下一個視頻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